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间谍电影 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指导 整部影片精髓很多 信息上是全片的基调 苦肉机是另外一个主基调 但是有些细节也处理得不到位 请让我娓娓道来 本段视频主要分两部分 前面约10分钟讲解故事的主要情节和细节处理不当之处 后面发时间好好总结一下电影的精髓部分 首先介绍一下电影发生的历史背景 故事发生在维满洲国中 是指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 所扶持的一个傀儡政权 因政府不予承认 故被称作维满洲国 首都设在新京 京吉林长春 领土包括现今中国除关东州 以外的东三省全境 以及蒙东和河北市的陈德市 开头四个特工从苏林入境 跳伞落入为满境内 分别是张县城 后面简称张 王玉 后面简称王 楚良 后面简称楚 小狼 好了 为了区别 我将正方称呼为特工 反方称呼特务 大车快速跟上 此次上演了老爷车的飙车大戏 虽然不及现代跑车的飙车大戏 但是雪地飙车这段也是非常精彩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远片 一路追随 几乎逼停时 楚从另外一侧开车撞击了特务的车 特务翻车 楚也受伤 王立即下车给楚施救 其他的特务也包围过来想抓活的 射击非要害部位 王身受两枪 准备逃离时 关键时刻王的车打不着火 于是楚决定牺牲自己 引开追捕先卖个关子后面补奖这一段信息量很大 特务头安排医院说老金已经死亡 作戏给老周看 只是老金不知道已经被老周给塞出进车 嫁祸 因此老金也成了牺牲品 被打逼供真 本来中山 还被逼供真洗脑 完全无法还原事实 最后冤死 特务头暂且结案给上头一个交代 其实还怀疑生病的卧底 细心等卧底露出马脚 周与小兰顺利在电影院于 提示的时间后四天后碰上面 给王找到了女儿和儿子 总算是给革命先练一个比较好的结局 接下来的部分 我将会分享影片精髓部分